3月5号,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,介绍抗击疫情国际合作有关情况,并答记者问。出席发布会的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表示,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,中国政府坚决维护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和正当权益。 那么针对少数国家采取的过度的反应举措,我们依据世卫组织有关条例和提出的政策建议及时的表明立场,并同各国进行协商沟通,最大限度减少这些措施对于中外正常人员经贸往来所造成的影响。 我们驻外使领馆积极主动的联系回国无门的湖北级武汉级的同胞,我们从世界各地协助接回1300余名滞留海外的中国公民,我们驻日本使馆驻香港特派人公署,也协助香港特区政府从日本接回钻石公署。 马昭旭介绍,在抗击疫情的斗争中,中国绝不是孤军奋战,国际社会以不同方式给予中国许多宝贵支持。 截至3月2号,共有62个国家和7个国际组织向中国捐赠口罩、防护服等中国急需的疫情防控物资。 那么这里边呢,不光是数字,也有很多感人的故事,比如说缅甸政府向我们提供大米,斯里兰卡向我们提供红茶,蒙古 向我们捐赠3万只羊。巴基斯坦拿出全国医院库存的口罩,提供备往。 所以这些捐助应该说是雪中送炭,患难见真情,我们将银记再行。 马昭旭表示,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许多国家出现,呈现多发快发态势,中国也尽己所能向一些国家提供帮助。 比如说我们已经向巴基斯坦、日本、非盟等一些国家提供了检测试剂,向很多国家分享了治疗方案。 那么中国红汇和一些企业也向伊朗,包括中国政府也向伊朗、非洲国家提供了试剂。 红汇还向伊朗派遣了志愿者的专家团队。 所以我们将根据疫情的发展,在继续做好本国疫情防控的同时,继续同各国开展不同形式的国际合作。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,向外访提供支持。